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然以现在的观点来讲 这个手术可能还有很多 这个外观上并不是特别的美观 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来 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 中耳单脂瘤跟外耳道单脂瘤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 中耳单脂瘤会对我们的中耳结构 包括内耳甚至是脑组织 造成一定的侵蚀破坏 当然它就是很缓慢的 而且破坏的程度因人而异 少数人会严重的损伤神经系统 所以说对这个病治疗呢 是一个要一个积极的态度 但是当然这个治疗的难度比较大 它这个手术过程当中 是一个破坏性的操作 需要拆除很多原有的结构 把单脂瘤清理掉 早期的手术主要是要清除中耳单脂瘤 随着技术的发展 尽量的维持原有的中耳的结构 或者是说重建原有的中耳结构 最早的中耳单脂瘤手术 就是基本上把中耳切干净 最经典的我们叫乳突 经典式的乳突根质术 把中耳所有结构都切除 很多人说那清理不是会破坏很多吗 那这个没办法 就为了一个是一个保命 因为单脂瘤如果继续破坏的话 一些严重的病例 并不是说所有的 现在呢 有一些医生感觉有点 做的一点偏左了 有一些并不具备这种倾向的 破坏比较轻的中耳单脂瘤 是要综合情况因素来考虑的 说的这种 需要进行大规模破坏手术的 是一些本身已经是程度比较严重的 他已经对内耳或者是神经组织有一定的侵犯的时候 那就叫什么两害取其轻 先把它干掉 不然的话将来你就不是听力的问题了 你就可能会出现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说 早期的这个严重的中耳单脂瘤手术呢 是一个破坏性手术 就像拆炸弹似的 拆完了一个大坑 这个地方这房子也没法要了 就是这样 这些年就现在随着这个显微镜啊 包括这些年的内静技术的发展 中耳单脂瘤的手术已经慢慢开始有一部分病例可以兼顾这个听力的状况 当然也不绝对啊 这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轻重而定 那太严重的中耳单脂瘤病例也不能考虑听力了 或者你原先已经听力就被破坏完了 那也没得可考虑了 当然现在有一个新的就是驻听装置的这种植入啊 那有一些已经对内耳结构啊 有一定破坏的这个中耳单脂瘤可以在手术当中植入人工耳窝 当然前提是你这个内耳要有基本的一个功能啊 耳窝的这个窝轴这个功能要基本上保留 耳窝的外一些临近区域啊 周边区域损伤啊 窝轴基本功能保留可以做人工耳窝的植入 现在还有这种人工脑干的这种驻听装置的植入 当然这个脑干植入现在是比较新的 这些年刚刚出来还没有像耳窝那样啊 大面积的普及啊 可能在将来 将来的这个脑干植入呢 会更加的普及 然后回到咱们啊 现在这个病例啊 在60年代做的一个中耳乳秃的手术 把外耳到后壁切除了一部分 清理了当时清理了里边的胆脂瘤 但是啊 这种手术需要定期的去把窗面 重新形成的这种角化物质啊 再次的清理掉 这个病例没能坚持处理啊 他中间有时候几年实在不舒服了 去医院处理 呃 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 还是接诊的医生没有特意的强调啊 这种病例需要每年的清 哦 有的朋友感觉是脑子快出来了啊 这个还 这个还离脑子还有一定的距离啊 这些组织都是从这个中耳啊 中耳区域不是在外耳道了 那这后面一个大坑啊 这个上方隔着一层比较薄的骨板啊 再往上是脑子啊 你脑子还没有完全进去啊 里边还有一些啊 上皮的组织残余 用吸引器清理啊 这个后期用吸引器的话会引起比较明显的悬晕 因为他当时这个切完以后 这些区域离前庭的神经系统比较近 负压吸引器在这个位置会对前庭系统造成一定的刺激啊 他晕得还算轻的啊 之前有一个前年的吧 有一个老同志啊 那个晕得一塌糊涂 都还没用吸引器 只是用勾针的时候就已经一碰就天旋地转了 最终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啊 迷路漏管应该是有这种漏管的存在了 中耳单指流手术后的清理啊 这个当时的技术条件的限制啊 导致了这个树枪开的不理想啊 一个成槽样的 呃 现在的一般不这么做了啊 你现在的这个显微镜 60年代的显微镜还非常的 年代国内有没有资能有条件用显微镜的医生还很少 手术显 耳科手术显微镜啊 因为呃 耳科手术的呃 比较好的 耳科手术正式使用显微镜是从20世纪的50年代才开始 你想他刚刚六几年做的手术 现在会把这个槽开的更加圆滑一点啊 这个太陡了 这样没有内镜光靠肉眼清理是非常困难的 好啊 这个病例已经开始晕的一大糊涂了啊 呃 后边这个啊 是一个啊 这是一个外观看像是一个牛肉干啊 这是一个呃 之前在我这看过的一个病例 这病例我记不住了啊 病人自己描述几年前我看过 这一侧是有穿孔的 这侧是有骨膜穿孔的 他两个耳朵都有啊 那边那个穿孔大 但是那边那个没有什么特别异常啊 这一侧呢 几年中间没在看 我当时跟他说应该考虑手术 结果没 在中间他没做 没做呢 这次觉得耳朵很闷很堵 过来一看啊 外边堵了东西 外边是一个叮咛拴侧啊 里边因为堵的时间太长啊 已经跟个盘丝洞一样了 出了真据了 这个病例比较特别啊 这个牛肉干加这个 这叫叫叫什么 牛肉干加毛豆腐啊 这个菌丝啊 因为他很清楚的表示上次我看的时候跟他说骨膜有穿孔 所以这个病例就没有考虑用液体浸泡的方式 肯定是不行啊 因为有穿孔的病例不能靠冲洗啊 尽量不要用这种第二页先去软化啊什么再冲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中耳的感染 就拿负押信息啊 一点一点的啊 就像土工作业挖坑道似的往里头推 他这个外道空间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而且还很敏感 稍微往里一碰就在躲 清理到这儿的时候啊 还没有看到明确的窗孔 我还在想他会不会记错了 那边这是他的右耳啊 左侧是一个大洞 哎已经可以看到了 骨膜上一个练习一样的小窗孔 这边小 所以这种啊 在处理外耳道的这种阻塞的时候啊 如果有条件直接清理 尽量直接清理 能不低药尽量不低药 因为你在没有充分清理之前 无法确认他的骨膜是不是完整 这一层白毛 不然的话你这一点要泡软了再加一冲 一大堆症菌不就直接冲到中二里去了吗 这个堵了有一阵呢 他上次找我看应该是有两三年以前了 后续把这个软膏再打上 窗孔是一个成就性的啊 针眼一样大的一个小窗孔 这个东西 滚膜窗孔也挺有意思 有的人窗孔非常大 能够看出来啊 但是后期自然愈合 有的人很小 但是就是长不上 这个东西没办法啊 人体的这个很多东西他不按道理来讲 好这个后续再把软膏打进去就OK了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了啊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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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我 感谢观看